正值清明假期,Angela Baby晒出自己清明出游的近照,并配纹今年份的樱花,希望疫情早点过去。 途中,Angela Baby站在街边与樱花合影,照片中还出现了儿子小海绵的身影。 当天Angela Baby一身黑色出街,虽然打扮低调但是却难言好身材,一双大长腿又细又直。 但是,穿的短款上衣巧妙地露出了一节小蛮腰,这身材怎么看都不像是生过孩子的妈妈。 状态非常好,一旁的小海绵则是穿着橙色的羽绒服,妈妈拍照的时候小朋友并没有很配合,而是转过头去玩自己的。 所以照片上小海绵只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。 可爱十足,另一张照片上,Angela Baby晒出一束樱花,细心的网友们发现,小海绵的小手正勾在樱花树枝上,十分满皮。 前几天Angela Baby的工作室还晒出了她在樱花下的自拍。 妆容精致美艳。 看来,离婚后的Angela Baby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,反而是活得越来越潇洒了。 闲暇的时候,就带着儿子一起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儿子从离婚以后,Angela Baby也经常被网友们偶遇。 前段时间,她带着儿子小海绵逛商场时就被拍到,虽然是母子俩一起逛街。 但是旁边助理和保姆都随时跟着,可见她对儿子的上心,有很多网友们质疑。 Angela Baby是故意带着儿子出街炒作,但是她却全然不在意,能在孩子小时候尽心陪伴已经是十分难得了。 如今想做好妈妈的她,根本无需在乎外界的传言和看法,还是亲自陪伴儿子成长更重要。 而作为爸爸的黄晓明,则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儿子,可能是工作真的太忙了。 而宠爱儿子的黄晓明,每次陪伴儿子,她都尽全力让她开心,还将儿子扛在肩上。 佩文称不知道爸爸还能扛你多久,虽然不能时时在身边陪伴,但黄晓明这份慈父的心还是很让人感动的。 Angela Baby和黄晓明虽然已经离婚了,但无论怎么样,他们共同的孩子小海绵都需要爸爸妈妈的爱。 即使分开不在一起,但作为父母,都应该尽到陪伴孩子的义务和责任,希望小海绵能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茁壮成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